城府是怎么练成的?在当今社会心中没有点城府做不成大事,那要怎么修炼自己的城府呢? 一,做一步,想识步,看百步。 二,翻身不翻脸,咽得下委屈,忍得了折磨。 三,时刻保持清醒,站该站的位置。 说该说的话,剩下的不管,不问,不听。 四,不依赖任何人,因为依赖意味着自我终止。 五,经济实力,专业能力,处事能力,你至少要具备两个。 六,想要成为城府高深的人,还需要做到这五大定律。 一,学会隐忍,不要把计划告诉任何人,直接给他们看结果。 二,学会孤独,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才能真正变得无间不摧。 三,学会克制,连自己情绪都无法掌控的人,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大出现。 四,学会冷血,没有人会在乎一个无能的人,连你自己都无法容忍。 五,学会接受,你所遭遇的一切不幸,都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。 七,对任何人,任何事,都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。 八,给自己立个好人设和好形象,不要让下半身来控制你的余生。 九,真正有诚服的人,往往都能沉得住气。 一,说话时沉得住气,喜不言,怒不语。 二,行动上沉得住气,十年磨一剑,得出手时才出手。 三,为人处事沉得住气,低调内敛,不焦不燥。 十,要时刻保持低调,女性不要浓妆淹没,男性不要太过张扬,当个低调的人才能走得更远。 十一,不要当面和任何人发生冲突,即便别人催了你一脸口水,也要胆定自若,把口水擦干继续微笑。 忍耐不是懦弱只是等待时机,该出手时要准快狠,雷厉风行遗迹毙命。 十二,要学会随机应变,张翅游度,能儿女情长,也能心狠手辣。 冷血无情,面对伴侣可以有伤心难过的时候,但遇到对手也要有把他往死里弄的想法。 十三,要多观察,尤其是那些四五十岁的干部领导或者有成就的人,他们就是一本行走的活字典。 十四,懂得装傻和藏桌,宁愿普通平庸,也不要合理鸡群。 十五,明面上,要一团和气,献讯有理,但暗地里一定要培养自己像恶狼一样的聪明狠毒。 像猛虎一样,得勇敢血腥,像野猪一样的疯狂凶残。 十六,平时不发火,一旦发火动物,一定要能起到敲山镇火,杀鸡儆猴的效果。 十七,不说一定,肯定,绝对之类的词,谁满则意,话满则纯。 十八,言多必诗。 十八,痛而不言,笑而不语,惊而不乱,迷而不适。 十九,拒绝别人的话一定要说得干脆利落,不给他人越雷势半步的机会。 二十,懂得捡西瓜,丢芝麻,大盈利钱不要让步,芝麻大小的便宜主动让给别人。 二十一,你脾气可以不好,但一定要学会隐忍,你学历可以不高,但精力一定要丰富。 二十二,把话语主动全让给别人,让别人发表意见和看法,说得越多,错的也就越多,你只需要从中集,取到有力的信息即可。 二十三,对每件事都要自己的独立的见解,不要盲目跟风。 随波逐流,当一件事有很多人支持时,你需要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,来衡量对错与否。 二十四,看透不说破,有些事心知肚明就行,毕竟朋友还要继续做,人脉还要继续维护。 二十五,工作上的事,能见面聊就不要打电话聊,能打电话聊就不要发微信。 二十六,请人吃饭时,不要当着对方的面买单,暗中处理给对方面子。 二十七,遇到紧急情况时,要保持冷静,情绪稳定地处理问题。 二十八,要学会稳,准,狠,狠,做事谨慎,不张扬,准,看人很准,不会错,狠,自己想要的,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得到。 二十九,一个从深渊中爬出来,被现实折磨,被他人欺压,被社会毒打环境压迫,小人陷害,耳后内化,隐忍,蛻变的人,才能真正明白城府的价值。 三十,最后呢,城府不是一种修为,而是一种技巧,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技能,想要做一个真正有城府的人。 你需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,一,你能读懂自己多少,自省,二,你能控制自己多少,自控,三,你能读懂他人多少,观察,四,你能影响他人多少,操纵。